星光叛独,美国就好像艺民主洋葱 被以色列一片片撕开,露出了真身 作者尼焉 以色列4月1日轰炸伊朗驻敘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大使馆 不止将陶刀伸向巴勒斯坦的平民 还将导弹射向邻国伊朗的政府建筑 一于将尾巴冲突再闹大几倍 之不知日是轰炸当日 世人在看伊朗作为区内的军事大国 是否真的会言出必行的报复? 而如果伊朗真的对以色列出手 美国会按住伊朗啊,按住以色列啊,还是袖手旁观呢? 到时候,中东会不会爆发地区大运战呢? 不者更关注的就是美国官员借传媒放风 表示已经向伊朗解释自己没有参与,不知情 但是包括不者在内的很多人 都是将头扭向美国,发出怀疑的光线 用肢体语言在问美国,你真的不知道吗? 或者问唐唐巴拳这样耍手灵头,你觉得可以相信吗? 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偏袒以色列 也都是以色列最大的保护傘 不只是金轮的尾巴冲突 以色列长年在中东对巴勒斯坦人所做的事 都是美国纵容出来 美国在金轮尾巴冲突后,随时随地 和以色列保持着紧密的接触 虽然捉以色列不住 但是对以色列的所有动向,理应一清二楚 世人很难因为美国说不知道,就信到十足十 有人形容以色列这样轰炸伊朗的大使馆 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湖将美国绑在他的战车上 其实,内塔利亚湖充其量都只是一个政客 不要将他看得太高 他也许是真的想借美国去延续他的政治生涯 但也要美国心甘情愿主动将自己绑在以色列的战车上 伊朗官员强调 美国作为以色列的支持者必须要负责 就是域内的国家将以色列视为美国代理人的表现 觉得以色列是收美国的命令做事 所以,美国需要以色列在中东搞事 震慑、插旗这种利益至上扭曲到极的外交政策 才是中东危局的主要原因 时至今日,美国仍然在一边作状叫以色列停手 扮悲天敏人哀悼死去的巴勒斯坦平民 另一边就大手笔向以色列供应武器 为以色列的攻势撥火 又要在扮圣人自带光环 又要做死神法战争裁 矛盾到不知所为 就算你演技再好,再蠢的人都不会相信 现在大件事了 以色列的议会又通过一项临时的法律 容许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做理由 临时关闭在以色列营运的外国电视频 内塔尼亚湖就点名要关闭半岛电视台 请问美国何时会制裁这种侵害新闻自由的国家 还不快出来捍卫人权? 民主自由的美国就好像洋葱一样 被以色列一片一片地撕开 露出了杀人如麻 濁州违约的血腥真身 自由民主的谎话再吹不下去了 你叫霸权怎么算好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 按下这个小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